蛤? 許維恩? 蛤? 不是有 KID嗎? 因為剛剛看到維恩跟媽媽的相處 覺得說這樣的婆媳關係真的是太棒了 可是婆媳關係是自古以來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準備了幾個問題想要問問婆媳兩 來喔 想問一下爸爸跟媽媽 你們第一次聽到維恩跟家良交往的消息 是看新聞才知道的 還是家良自己有講? 家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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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帶朋友回來吃飯 喔 所以其實是已經先見過爸爸媽媽了 是還沒講 還沒 連碰面還沒講 他就會先跟爸爸媽媽講 喔 先講了 在碰面吃飯 然後後面才新聞才有 喔 所以有先聽到告知 而不是說 哇 看新聞才知道 喔 這個女生是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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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家良先把維恩帶回家 跟我們先碰到面 後來我們才曉得說 喔 原來 因為家良就是跟媽媽媽媽媽媽剛剛講說 家良說那個朋友回來 我們來吃飯 這樣子 哇 反正就是有先講 講了之後就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就新聞 那第二個就是原本對維恩的印象 跟劍道相處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差異 可能之前不認識 或者是說 我們只是在螢幕上看過這個人 那就是 啊 許維恩 啊 不是有KID嗎 喔 那種感覺是 事實上我們沒有多去想 然後就 欸 實際接觸相處之後 你覺得說 啊 他就是一個大辣辣很失敗的人 有什麼就說什麼 也不會跟你拐彎抹角 那我覺得我的個性本身也是如此 所以很OK 沒有什麼問題 哇 好棒喔 對 你們等於是個性很合的婆媳 因為你們個性很像 很像 那維恩 第三理喔 就是 維恩 你從家良口中 聽到的媽媽 看實際相處過後 你覺得有什麼差 不會耶 因為那時候 還沒碰面的時候 家良就有跟我講說 我爸 我爸媽是一個 很好相處的人 所以你不用擔心 他們人都很Nice 還有時候 他說不管是 我每一任 哪一任的女朋友 他們都對他非常好 喔唷 每一任 每一任 那請問帶過幾任回來 看過幾任 那應該不叫女朋友 那應該是朋友吧 喔 那就是讓朋友帶來家裡面 有時候就是大家聊聊天 或者有時候剛好經過 有時候搭搭便車 就過來這裡 就這樣子 搭搭便車 喔 其他人都只是排練 維恩是初練 對不對 背包老公 對啊 爸爸是很可愛 那種害羞 但是我跟你講 他們真的都很Nice 人很好 就是一來就是一定會先 都是煮很多東西給我吃 我每次來就是 四菜一湯啊 一定都是滿滿的 桌子都是滿滿 然後都問我說 啊需要不要什麼啊 要不要吃什麼啊 喜歡什麼啊 這樣 不會讓我覺得 好像一開始很嚴肅 然後都不講話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會不會很尷尬 不會 就是很Open Mind 比較像那種很開明的那種爸媽 嗯 也把你當自己的小孩 這樣子 對對對 他們都覺得說 只要是家良的朋友 來都好 就是只要對家良好 就都好 這樣子 好 那第四個 你們婆媳倆是如何相處的 為什麼都沒有婆媳問題 哦 啊因為我們先打一架之後 才是 哈哈哈 那誰贏了呢 沒有 哈哈哈 沒有啦 我們相處好自然哦 因為我覺得 媽媽是一個什麼 什麼話都可以聊的 她話題是一個 她沒有極限的可以通話 我也是一枚極限 所以我們兩個超能聊的 什麼都能聊 你們是半夜會講電話那種嗎 我們會傳簡訊 有一次的確有一點晚了 然後我還在跟媽媽聊天 結果她媽媽就說 爸爸叫我趕快睡覺了 那你也早點休息 哈哈哈 不能再聊了 哈哈哈 那哦 好 那再來第五個 是很多婆媳都遇到的問題 好 你們覺得 夫妻的經濟應該要獨立 還是共享 因為很多婆婆都會覺得說 啊我兒子賺錢 你怎麼可以花我兒子的錢 那你們覺得呢 媽媽先好了嗎 沒有的話我會說家糧賺錢 小恩管錢 哦 因為小恩也蠻會理的 投資理財 對 我覺得說 讓一個會理財的人管錢 但是就好像家糧也不會亂花錢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好 好去有什麼懸念的 也不需要去想這個問題 哇 好開明的婆婆哦 是不是 我有多幸福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都沒差 哈哈哈 誰管都好 一三我管 二次六你管 不會我們會有一個共同的賬號 嗯 我們賺的錢的部分 會放在這個 共同的這個賬號裡面 哦 我們就會一起 真的譬如說 在不管是家需要什麼 或者是 有需要我們共同要用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一起 我們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就 其實都 蠻OK的 不會有這個經濟方面 然後如果有一些比較大的開支 就是共同討論說 那要不要 要不要買這個東西之類的 我們都是這個 比方說買一匹馬之類的 哈哈哈 也是可以 馬上你要買給我們哦 那如果說家良今天要 想要換車的話 然後兩個人一起討論 所有的比較 可以啊 我們都會 而且我其實也都沒太管他到底想 他如果說你想你就就去做啊 這就是夫妻生活的樣子 沒有你限制越多 你會覺得 反而越不開心 反正你能對自己做的事情 負責任就好啦 嗯 對不對 對有什麼好去局限人家的 好 那最後一題 好 這題比較有趣耶 在你們在結婚之前 你是怎麼叫公公婆婆 你不可能一見面就叫公公婆婆 阿姨叔叔啊 阿姨叔叔啊 嗯 好那你們結婚之後 你是從哪一個時間點改口叫 爸媽 哦這個很好笑 爸很好笑 有一次我們已經登記完了哦 我會說 欸叔叔 他說欸你怎麼要叫爸爸啊 你要叫爸爸 所以是爸爸起頭的 大家就說你要開始叫爸爸 你怎麼會叫叔叔 你是忘了吼 我說哎 對我還沒有習慣過來 他就很開心 說哎呀你終於要叫我爸爸了 然後就來喝一下這樣喝一下這樣 他很開心 所以是爸爸起頭的 那我爸很好玩 爸因為他有時候喜歡小桌一下 他會比較放鬆這樣子 然後我就變得我也好喜歡在這個家 因為我從來不喝酒的人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家 突然會想要讓我小桌的時候 是因為爸爸 他會讓我覺得 哇 這好像在這個家裡面 我真的可以很放鬆的 慢慢跟他小桌喝這樣子 好看你過的幸福我就放心了 我說家良 好笑 好啦那就大家吃吃飯 然後就這樣子自在的結束囉 哎呦 好的好的 我們 維恩 跟王家良的 咪咪Channel就到這裡了哟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哈哈哈 掰掰 我跟爸爸好愛聊天 然後不然就是跟媽媽 嘉良有時候看我們聊的那樣 他就去那邊看電視啊 哈哈哈 然後有一個時不時再過來的 然後還可以接話 我說真的有在聽我們家嗎 好像自己才是外人一樣 OK